比赛开始了 基本上后腰这边是没有回撤接球的 东京的进攻速度很快 在左路 一队一进来了 有点危险 小小龙也到后点 大门 这个时候防的非常出色 应该是冯高婷 在后点 是的 单队弹完成过程 但失败了 这边扑了 扑的有点猛 胡顶位 看看 哦危险 刚才那一下扑的有点貌势 强行转没成功 漂亮 左脚再打 哇 这个球 哇 李帅啊 这个球扑的真漂亮 看似好像力量不是那么的足 但是这个球应该是 感觉上角度还是有 对 再搓身后 这边过来了 游进来 右脚打门 好的 李帅 这一下位置不错 是的 但是对进攻方有利 是 给的很拒穿 对一会儿应该会补 哎 这边 打门 哎呦 这个球 应该会补一张牌 这次想翻队没有踢放 就是中间空了 哎 危险 危险 游进前有单对单 打门 好的 李帅 漂亮 好的 对 真的是不错啊 这个位置站的 而且是 我们说这个 天如磐石啊 朱月在联赛里面 今年打的不多啊 但是在 亚冠倒是 这是第二场 直接的掉门 哇 举动的话 也不是一件坏事啊 没错 哎呦 这个球啊 这要吃牌 赶紧举手 嗯 不过还好 黄牌 还好 还好 哎呦 这样 这个球要有比A2啊 就就红牌 哎呦 这个脚腕 直接都是掰出去了啊 咱说实话 这个动作 真的是个红牌 反复的 其实在放 那个动作 那这样侧面看 可能看不太出 哦 这样看 这样看 包括其他的那几个角度 还是比较严重的 咱们说 虽然说 这个比赛的结果 对于升华很重要 但是咱们还是希望 足球场上 这个动作吧 是 还是要减少啊 看看吧 或是咱们当然也希望 这个队高的维拉呀 能够不是太严重啊 这次的大门 漂亮 余汉超 对于这个比赛的结果 当然我们希望升华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结果啊 有 生华要小心了 内切一步 直接大门 哦 这球啊 搭在了横梁上 阿戴尔顿的大门 今天升华运气也真好 是 真的好 分过来 几乎还大门 还是进了 还是进了 来昂德罗 来昂德罗 就是 就是能够感觉到升华快有点守不住 是 所以我们刚才在聊 是不是以后有换人的 要换人的 因为太被动了 就是东京的进入机会 这边这么高啊 又一对一了 那还是右边路 机会给到中路大门 又是李帅 哦 这球李帅立功又立功啊 是的 阿戴尔顿基本单对单了 朗德罗和阿戴尔顿的配合 但是 李帅 再次做出关键铺救 这个再让他交血费 那包括你说这会儿换 还是0比0的话 哎呦 这边 机会 我倒到中路大门 球进了 你看 这就体能下降之后思想不集中 对吧 这样的话 东京应该是2比0 并先上海生花了 莫雷诺你看 莫雷诺你看 抓得不错啊 哎 这次是珠悦 这次是珠悦 机会打门 球进了 莫雷诺 帮助上海生花扳回一个 这个球啊 东京的这个防守有点大意了 对 你看 刚才门匠这一拖 你看 给出了这个一个机尾 哎 还不如直接开了 就是还是说 我们说真不够聪明 你说 嗯 这种动作你说 搁到这个 深世林情深这边 可能就 还够不到这种 他们就很聪明 是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 最终上海生花 1比2 收给了东京 谢谢大家